都说美国的盟国多,美国同世界上50多个国家和地区定有多边或双边军事条约,向40个国家和地区提供军事援助,与90多个国家和地区定有援外军事训练计划,包括非洲,美国在军事上透过如此多的管道,将其势力延伸到全球各个地区,在海外有800个基地与设施,难怪乎美国在全球具有如此庞大的影响力。 除此之外,美国还可以是需要,极力争取一些国家的合作,例如东南亚国家,为的是孤立中国,或是给中国制造一些麻烦,美国在这方面是惊艳老道,即便这些国家不是美国的盟国,美国多半还是透过军事合作的方式来拉拢这些国家,因为军事是美国的老本行,是美国霸权的体现, 而且,美国的花样繁多,可以借由军事演习,海上救难,防止海盗,祭司,甚至是直接展示军力,邀请一些国家登上美国航母,或是一些国家的高级军官乘坐美国航母舰载机,国国航母蒸汽弹射的银。 试想,美国过去号称是全球第一军事强国,是全球海洋霸权,邀请一些国家登上美国航母参观,去还是不去,大多数国家都会选择参加,见识一下美军航母,美军的神盾驱逐舰,先由国家不会动心,就像是逮着机会参加富豪的酒宴一般。 同理,当美国发出邀请,参加美国主导的海空军事演习,参不参加,但纵然是花样繁多,纵然是富豪一方,也会有力不从心的时候。 前阵子,据俄罗斯消息报11日报道称,越南驻俄罗斯大使馆向俄罗斯媒体表示,越南有意加入金砖,并且正在认真研究相关的问题和参与形势。 其实在这之前,南非外长也曾经表示,越南希望加入金砖组织,这个消息具有几层特别的意义。 一,这表示,虽然这几年美国积极动员东南亚国家,希望这些国家站队美国,但越南仍然要选择和中国一起发展的路线,至少不会站队美国。 尤其是,拜登自从2021年上任后,不断派遣高官大员前往东南亚地区访问,连美国副总统哈里斯都亲身前往东南亚国家。 但这些东南亚国家除了菲律宾外,始终不为所动。 2022年,拜登政府又提出了新印太经济框架,对东南亚国家画出一个大饼,但仍然无法发挥作用。 越南人口9800万,GDP约4300亿美元,在新兴国家中具有发展潜力。 如果越南真的申请加入金砖,将会产生示范作用。 之前一直在犹豫,考虑的印尼,很可能会跟进,也提出加入金砖的申请。 二,这也意味了,拜登政府的新印太经济框架无法发挥功用,差不多可以下架了。 2021年秋季,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首次提出新印太经济框架构想的时候,我们就做出了判断,此一构想行不通,只是流于口号。 因为美国不愿意,也拿不出真正的牛肉鱼以东南亚国家,而印度在商业投资上又是老奸巨华,更别说澳大利亚。 新西兰,日本和韩国等所谓的印太国家,就算美国有诚意带动新印太经济框架的发展,美国又凭借什么? 不是我们小看美国,而是美国的经济体制和中国不同。 虽说美国内需消费市场大,贸易进口量也大,但美国是属于高度服务业形态的经济体,缺乏完整的供应链,仅仅依靠一些高端产业和消费市场,无法有效整合印太地区各个不同国家的经济形态。 这可以从美国于2019年8月,美国前总统特朗普首次提出同中国经济脱钩以来,始终无法在中国境外成功整合出可以和中国匹敌的产业链。 拜登于2021年上任后,又提出了有岸外包和近岸外包的政策,但仍然无法在中国境外成功打造供应链。 特别是,中国在造船、电动汽车和电池、太阳能电池等高端产业都取得世界第一,成功迈向中高端产业后,美国和中国经济脱钩以及新经济框架都不具备什么意义。 真要说产业链的整合,全球范围内没有如中国这般的条件和能力。 中国涵盖内需消费市场、零部件、原材料和终端产品,再加上庞大的资本运作和基础建设能力。 中国大陆是全球唯一具备产业链和经济发展全面整合能力的国家,不是美国。 三、越南曾经和中国有领土上的争议,特别是南海岛礁的主权,也曾经和中国发生战争,仍然表达了加入金传的意愿,这本身的意义就不凡。 且不说上世纪1979年的中越战争,2014年,在美国背后的推动下,越南和菲律宾都曾经向中国声讨南海岛礁主权。 越南于2014年春天,多次派遣渔船骚扰中国大陆于南海西沙的石油探勘设施,和中国海警船周旋。 两国曾经处于紧张的关系,甚至还发生民众暴动,暴徒砸毁外资工厂的情形。 越南也因而积极整顿军备,向俄罗斯采购先进武器,例如基洛级潜水艇,抑郁打造在南海对付中国的海军武力。 然而很快的,一年后越南政府企图缓和两国之间的紧张关系,越南共产党高层和高级将领访问北京, 两国的紧张关系迅速缓解。 为什么一个曾经和中国发生海战和陆地大规模战争的越南,并没有接受美国的唆使,最后选择和中国改善关系,降低彼此的对立? 越南和中国彼此为数千年的邻居,越南非常了解这是搬不走,改变不了的关系,而中国实力强大,与其和中国闹腾,还不如改善彼此的关系, 借由中国的市场和技术发展本国经济,越南如果坚持和中国闹腾,能获得什么,在军事上又打不赢中国。 2000年来,越南和中国发生冲突的次数不少,哪一次占了便宜? 越南因而懂得中国俗语,敬酒不吃罚酒的道理,也懂得食食物者为俊杰,和中国改善关系还可以拿到好处。 如若不然,那就是喝罚酒了。 说到这里得要特别提一下,一些人可能认为中国的敬酒不吃吃罚酒,和美国的大棒家胡萝卜类似。 虽然类似,但实质却大不相同,敬酒不吃吃罚酒是敬在先,当对方是朋友,只有当对方不识趣,才会拿出强硬手段。 当对方接受了敬酒,那表示彼此都是朋友,我也不会因此欺负你,甚至可能还有好处可拿。 北京向南海周边国家提出的南海行为准则,以及共同开发南海资源不就是如此吗? 北京敬你是朋友,大家可以一起合作开发,共享资源。 否则,以北京现在的实力,一举不让,这些国家又能够拿到什么? 但美国的大棒家胡萝卜类不同,正诸美国过去的手段,会先要求对方屈服,接受美国设定的条件和框框,否则大棒伺候。 例如,美国过去知名的对外贸易法案中的301条款,总是先要求贸易对手国先自我设限,否则美国将大幅抬高关税,征收反倾销税,甚至限制进口。 而所谓的自我设限也是种类繁多,包括货币汇率升值,出口配额,以及购买美国产品。 且不说越南也多多少少受过儒家文化的熏陶,中国讲究先礼后兵,不为以慎的道理越南是懂得的,越南是经过革命,打过内战的国家,和中国硬刚下去不会有什么好处,这一点越南也是懂得的。 当然,越南也不是没有经过挣扎,在中美两强之间评估再评估,仔细斟酌了好一番,才慢慢向中国倾斜。 而美国也不是没有在越南身上下过功夫,最为典型,最大的一次是2023年9月,美国总统拜登参加印度举办的二十国峰会后,亲自访问越南。 那一次的访问拜登开出了一张大支票,承诺美国将提供资金,帮助越南发展半导体产业。 这是多么动人的支票,勾诱惑人的。 不得不说,美国此举非常精明。 美国于2022年打造芯片四方联盟,成功将韩国三星和台积电拉到美国投资设厂。 又通过芯片与科学法案大举投资半导体产业,拜登还因此对外宣称, 美国已经成功打造并且掌控全球半导体产业链。 这时候趁机把发展半导体产业的诱人大饼向越南展示,岂有不让人心动的道理。 果然,越南心动了,并且宣布提升和美国的关系。 然而,坏就坏在拜登政府时常不守信用,总是画个大饼,却没有实质的东西。 拜登政府这样的案例是不胜美据,美国版的一带一路计划,重建更美好世界不就是画大饼吗? 新印太经济框架也是大饼,再这样下去,拜登快成了卖烧饼,大饼的。 当拜登政府拿到了每月政治关系提升后,回头就忘了这回事,越南等啊等的,发觉不对劲了,这才猛然醒悟。 坦白说,2021年的芯片荒只是一个假象,被美国利用作为借口,要求日韩台等半导体大厂交出商业机密,为日后的芯片四方联盟,以及打造美国的半导体产业链做准备,到了第二年的2022年。 哪来的芯片荒?在叠加中国芯片自制率提高,中国以外的半导体产能只会过剩,根本没有越南的份。 且不说越南并不具备发展半导体产业的条件,就算真具备了条件,还要看看印度大不答应,欧洲和日本大不答应。 美国对中国发起芯片战,各大经济体都想要发展自己的芯片产业,原本已经进入产能过剩的半导体制造业,往后只会更加拥挤,没有新加入者的空间。 总算越南经过几番试探,询问后,觉醒了,否则真谛要高场,我等到花也谢了。 但生米煮成熟饭,越南已经宣布和美国提升市值关系,又不好此时返回,让美与两国的关系倒退。 于是只好透过越南驻俄罗斯大使馆对外放出加入金砖的消息。 一方面使越南和俄罗斯的关系不错,除了军手关系外,上世纪越南和苏联还有军事同盟的关系。 二方面,俄罗斯于2022年发动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后,积极运作去美元化,推动上河组织和金砖组织扩原。 借由俄罗斯的口,也能够平衡美国的不满,为越南加入金砖造势,等于是间接通知美国。 这一个多月来,中越高层频繁互动,从3月22号开始,越南共产党代表团,越南外长,副总理和国会主席先后放话。 就在这一波的中越高层互动结束后两天,俄罗斯媒体就传出越南有意加入金砖的消息。 不仅仅如此,越南捷航公司和中国商飞签约,有望采购C919大飞机。 我们做一个总结,虽说金砖组织于2023年通过阿根廷的申请加入,但其后的阿根廷新政府却选择亲美路线,拒绝了金砖,等于是美国搬回了一城。 然而,阿根廷新政府的措施注定日后国力弱化,弱化后的阿根廷即使亲美,亲北约也没有多大用处,反而使越南从此倾向中国,才是真正的加分作用。 中国将能够更加稳固和东南亚国家的关系。 越南是新兴增长的经济体,有发展潜力。 这几年虽然美国加强和越南发展关系,但由于美国信誉缺失,使得原本想要两边讨好的越南逐渐认清现实,反而和中国的关系越发密切。 除了中国在越南大量投资外,去年越南出现电力不足,导致工业生产受影响。 由于两国的友好关系,中国政府还为越南输送电力,支撑越南的工业生产。 在中国的敬酒和罚酒,以及美国的大棒和胡萝卜之间的选择,相信越南应该越来越清晰了。 当然,还得要看最终的结果才能够断定,越南也不会在一夜之间倒向中国。 但总之,越南算是看明白了。 俄罗斯是今年的金砖会议轮值主席国,今年的金砖峰会值得期待。 今天的分析和推理就到这里。 这里是风云天下阳风时评阳风天下谈。 谢谢各位的收看,我们下期再会,大家平安。 请不吝点赞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